就从308过后 我们可以看到朝野政党的那种政治的斗争 斗到好像呢 没完没了 斗到你死我祸 所以我们也明显的看得出 有一些反对党的领袖也不断的 把问题政治化、种族化和宗教化 所以最近呢 就是回教党一位领袖 他认为那个过期 叫做Jalo Gmilan 应该把它称为Jalo Malang 就是一个倒霉的过期 我认为这个就是一个最 讲的难听最巴压的政治的斗争 你喜欢不喜欢 我们说效忠国 跟尊重我们自己的过期 不应该分种族、政党和宗教 这个是每一个马来西亚的人必须要做的 过后呢我们可以不支持政府 那个是不同的 但是过期你到哪里 你都要尊重你自己的国 但是因为被政治化 他们都是认为把它炒一些课题 或者捞起一些课题 得到一些宣传和得到人民的知识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好像写周的水的问题 水供的短切也被政治化 所以这种不断的政治斗争呢 最后呢人民是成为无辜的受害者 所以我们认为呢 人民也要用他们的政治的智慧来看看一下 不要只是看政党 也要看候选人的可以说数字 如果一些候选人或者一些YB整天都是把任何一个问题 把他的政治化或者种族化或者宗教化 但是本身不做工 我们不应该投他的票 我们要用我们善用我们的票来告诉政治人物 说写明已经比较聪明 有那种政治的智慧来分析 哪一个是真正为民 哪一个只是为了政治和为了自己 确保自己只是会种血吧 拜拜